自从我开始做视频之后 我会网购一些各种匪夷所思的东西 比如说活着的蚂蚁 活着的蟑螂 以及活着的青道夫 那这一次我又网购来了80片 泡沫板 那么今天我打算把这80片泡沫板叠起来 看看烧红的铁球能不能够将80片泡沫板 从头到底贯穿掉 我们来先把包裹拆开 这每一片的厚度是20厘米 那么80片叠在一起的话就是160厘米 好的80片泡沫板叠起来就是这么高 那么问题来了 已知屏幕里面的这个画面 求熊猫军的身高 用你们的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答案 要精确到厘米 不过这个泡沫板这样直接堆起来的话 是不稳的 它是会被泡里吹到的 就像这样 所以我们要用招待把它们整齐的粘起来 好的 现在80片泡沫板已经全部粘在一起了 因为风非常大 我们到这个墙边来 靠在墙上 在这里实验 铁球虽然是没有发红 但是已经非常的烫了 就这样放在我的面前 都一股热浪扑过来 3 2 1 感觉能贯穿的扣1 感觉不能的扣2 现在已经完全掉下去了 这不停的在冒烟 我也不知道它掉到第几层了 目前来看是并没有掉到最底下 它从底下出来了 这个洞从头贯穿到底 能不能看到我的眼睛 好吧 总的来说 这个结果跟我想的是差不多的 我感觉这个铁球是可以贯穿80层泡沫板的 但这个过程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这个过程我感觉比我预想的要慢了很多 我感觉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完全贯穿它 但是这个铁球最后应该是花了1分半钟左右 才把这80层泡沫板全部贯穿 因为剪辑的原因 最后视频里面呈现的可能没有这么久 好吧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给我点赞评论转发搜查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熊帮弟 在前几天我是跟我弟玩了两场游戏 一场那个吹钱的游戏 还有一场是那个文字游戏 这两场游戏呢 都是涉及到非常高的奖金的 第一场游戏它是 你是赢去了多少钱 1600对不对 第二场那个文字游戏是600多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你一共就是拿去了2200多块钱 对不对 嗯 就是 是不是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的压岁钱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 你这里面2200块钱还剩多少钱 2000 你才花了200块 对 还挺省啊 不过今天呢你又有一个新的机会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要来玩一个 无表情吃柠檬的游戏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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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对不对 对不对